在地金門的選情 因為好像有民調 我們黨中的民調顯示是 立委是穩定領先是不是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在選戰的最後階段 您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衝刺選票 是不是要開始車隊掃街了 我們在地金門的選情 那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持續2012年的這個成長的趨勢 我們希望在這一里 在2016的選舉可以更有突破 在選票上 因為這裡對民進黨來講 傳統上是一個非常艱困的選區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延續 2012年的成長的趨勢 在這裡能夠有所突破 至於立委的選情 那我們是有一波的機會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在最後的 這40幾天 我們來強化我們在地的能量 讓我們的江戈陳昌江委員 可以順利當選 掃街這個是在每一次的 中大選舉的最後的階段 都必須要做的事情 我們也想透過掃街 在最後的階段能夠跟選民 有一個直接的互動 來爭取最大的支持 所以掃街是必然的 那如果我了解沒錯的話 應該是在這個月的後半段 我們就會開始了 就是這些掃街是不是因為 今年的選情比較冷 所以你以為會這個掃街 上面會對安排提成 還好耶 就是說掃街本來就是一個基本功 到了選舉的後期 都必須要做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直接跟選民互動 在最後的階段能夠去強化 我們跟選民之間的連結 請教一下金門的陳縣長 還有之前朱立倫候選人過來的時候 他有準備一份對金門的願景 給朱立倫簽 不知道小營總統有沒有看過哪一份 那一份我們有看過 現在我們在跟陳長江委員在商量 我們將會以我們的共同證件的方式 來呈現 主席那個江戶是否有支持那份 我們大致看過 那我們會把它以我們的方式 轉換成我們的證件來發表 主席那個小豬回娘家 是不是有接下來還有下一波 好像那個回收的金額還不如預期 下一波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樣 催促小豬回娘家 我們還沒有正式發動小豬回娘家 那我們再過幾天 應該有一個正式的 這個召喚 召喚我們所謂的小豬回來 那我們是蠻需要小豬的這一筆經費的 那從今天 那個會不會辦殘會 我們好像各縣市都有 這裡是沒有 這應該是沒有吧 謝謝 來 主席活動還好嗎 這個好硬啊 這個都是已經快要好的 最後階段的現象 應該好 但是大家都會想到 dove應該都想到 我們就想到 我們要去做疫情 我們去做了 我們要去做疫情 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們要去做疫情